你想不想你目前的财富翻一百倍啊 我敢说这个问题啊 不会有人say no 因为想变好是人的理性本能 这不禁让我想起来 麦娇老师的一本小说 叫做人生海海 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 说的是人的理想都是往上走 但本能啊却把它往下拉 也就是说你的潜意识里面 知道你要变好 知道啊你要挣更多的钱 但如果说这是建立在 你需要承受身体的苦 承受精神的苦 那你就要为做这件事啊 去画一个问号了 或者说挑出一百个 不做这件事的理由 比如说我现在也很好 不需要更有钱 或者说啊给自己设一个里程碑 去思考到底我要什么时候开始去做 这就好比我们做销售这个工作呀 在面对客户的时候 从表层看客户是有需求 他也知道做这件事啊 能够让他变得更好 但是当他知道为了达成这个收益 所需要付出的时间和钱的时候 就成了他最后做决策的障碍 因为想变得更好是锦上添花 而规避损失啊是雪中送炭 你要知道容易让人做出决定的 永远是雪中送炭 因为锦上添花 你需要付出的努力啊 是现在的很多倍 而这个时候负面的人看到的啊 就是我要损失更多的钱 我要损失更多玩的时间 我要损失更多享受美食 享受生活的机会 于是他就有了很多 不去做这件事的理由 反光我们销售人员自己来说啊 你也知道想做好业绩 挣更多的钱 但是你却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钱 去学习 去体验 去磨练成长 所以如果你自己都是这样的人 那你怎么能够把自己的价值观 你的信念坚定的 传递到你客户身上 去影响他的决定呢 所以我们说做销售啊 就是要懂人性 就是要懂人心 从而啊 懂客户 那我们说懂人性啊 首先要懂的人啊 是你自己 关注凯总 帮助更多 愿意成长的销售 实现你的 感谢观看